空姐圈乱乱 你们知道空姐的私生活是什么样的吗 当空姐飞过夜班的去哪了 这当空姐有多少艳丽情史 空姐圈乱乱 我觉得这个是多数人还比较想听的那个 是不是 我上班说那些 我就莫名地想听下去 但如果呢 我今天和大家闹的是 今天的客人下飞机的时候 都调整好了座椅拨备 收光板全打开 小桌板都收起来 那你可能觉得我有一个大逼 其实啊 空姐这个职业 就注定了我们这个社交圈非常理性 虽然你看我们那个 全国全球道路飞 能接触各行各业经营 有时候还有遇见那个明星五项啥的 这些都是不认识的人呀 就算你再喜欢人家 也不妨忘了自己的本质工作吧 嗯 嗯 从这也不到了 直接化成那个小粉丝最新去吧 所以呢 我和平民选给你们说实话 其实 97%点都是行其恳恳的班人人 他们呢 会老老实实的 挤地铁坐宗教 坐机子车上班 也会老老实实的还房外 其实像我师傅 有很多同事就选择 一辈子都扎针在民航了 认真踏实的工作 年龄太不多了呢 就选择嫁给安全员或者是飞行员 有些出席点的工资啊 加起来也不到2万块钱 全年都在兢兢业业的还房贷 还有一些 家在异地 然后刚入职的小姑娘 交换房中呢 也没收多少钱了 受了委屈 只能偷偷躲在飞机里面 也不敢跟家人说 当然了 有个别的空姐也是混得很开 但我觉得这是个人的生活选择 其实和空姐这个行业关系不大 所以大家不要再妖魔化这个职业了 做空姐非常的辛苦 拽的每一边都是新鲜 你登机的时候呢 看到大家笑容满分 无法偷偷 但很多时候呢 我们也是自己默默的 消化肯定的情绪 好了 先这样吧 还有什么想通呢 评论区过后哦 拜拜